屏隆县新田五毒柠檬团队董事长林松毅 长期致力于公益 协助贫困民众受到分局长温基辛的邀请响应 主动筹资捐赠酒香剂保暖衣350件 保暖库250件 由15个分柱派出所立即转送给辖内75户 需要关怀的弱势家庭 让他们在寒冬中感受到满满的爱心以及暖意 寒流一波一波等来 这样天气边缘互独居老人 恐怕没有暖意过冬 为了让长者以及需要物资的家庭能够平安度过寒冬 玉璃分局跟屏东县的五毒柠檬团队合作 主动筹资捐赠酒香的保暖衣有350件 保暖库250件 由15个分柱派出所立即转送给辖内75户 需要关怀的弱势家庭 让他们在寒冬当中感受到满满的爱心以及暖意 玉璃分局分局长表示 感谢慈善团体捐赠保暖衣以及保暖库来关怀弱势家庭 能够让花莲南区三个乡镇各个角落 让居民了解人间处处有温情 生命仍然充满了希望跟火力 最近冬天比较冷 有我们冷 有捐赠物资 捐赠物资 这在搞的 冬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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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冬天穿比较不会想冒 玉璃分局将持续查访关怀弱势民众以及独居老人 并且转介爱心物资以减轻 偏向弱势家庭为生活苦恼的压力 让社会更温馨祥和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